담 歐史华議員 陪 clique約 派 立 remind 豈? 市長 旁邊 那過 現在賽前只是分片練習 屏幕右邊這個就是小略九尾子 左邊這個就是鹽田凌子 加起來就是亞文 對方就是日本小略九尾子鹽田凌子 日本近年來的 無論是男子女子的水平都不是那麼高 但是如果照以往 即早期的時候 拖頭杯那時候 日本還是挺好的 現在男子 基本上已經是子暴八強外 再加上昨天 米倉加內子 女子的單打都輸了 現在只望這一對 主財做完下來做法球財 剛剛做完主財下來 現在又做法球財 這邊就好分些 站前面的就是張亞文 動一下動一下後面 這個就是日曆 好 好了 飛賽即將開始 中國隊 能顧到亞文 獲得法球權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八進四的賽事 藝日的殺球在女子裡算是很厲害的 另外張阿文負責往前比較純熟 因為張阿文和謝忠博打運傷的時候 他都是站在前面 現在打女傷其實很多水平差不多 分開左右站 嘩 這樣還要打 好像打冰一樣 所以日本的回球質量這球太差了 沒錯 3-6 3-6 嘩 嘩 你大力勾殺 那九手必殺的 看來一開局中華隊打得很順手 日本隊只能夠把球反復挑起 現在這個前面這個是鹽田凌子 嘩 張阿文調去後場就是所以 後場加上反手真的不多習慣了 因為張阿文多數都是往前組織進攻 小略九尾子 雖然張阿文過子並不是很高 但是在場上很主動很靈活 他自己 平抽擋後就顯出日本隊的一隊組合 的確手上掌控能力是差一點 沒錯 大家平抽擋都過不到三拍 毅日力 差一點走亂位 所以牽頭毅日力想走回到前面 誰知道突然被對方推到後場之後 就失了重心 好嘩 毅日力走回到後面 進攻 好嘩 他都挺好嘩 張阿文調去後場 日本隊一直起高球被我們殺 還是繼續起高球 張阿文 不是啊你 第四板 第五板 第六板 嘩 他反打 轉攻為手 轉手為攻 哎呀 這個被日本隊抓到了 被日本隊 日本隊雖然實力 名氣各方面都沒有中國選手那麼大 但是這一球多拍他不差 多拍他不差 這球值得讚一讚 這球多拍不差 他本來很被動很被動的了 連續打了五拍進攻 被他抓到一個機會 轉手為攻還抓到一分 這一分打得不錯 他在球 你也還要擔心 這球 中國隊的消耗體力都還不錯 嚴田靈捷 連籌兩分 這球中國隊的消耗體力很好 連續打了幾分 連續打了幾分 連續進攻 這球比較辛苦 好 日本隊有起高球 這次沒那麼幸運, 阿仙頭那個頂得到五拍 這次頂到第二拍就沒了 小略九尾子 看來中國隊現在還是立足於進攻 進攻不是不好, 但如果你連續進攻的話 又不是馬上奏效的話, 體力消耗很大 消耗會很大 連續打到五拍之後, 消耗大很多 九尾子 九尾子身材比較高些 好, 張阿文的網前一直都是他的強項 因為打混雙又是他的禮物 小小粒很靈活 一、二、一、三、二、一、二、一 Go! 那麼, 凌子和九尾子就在上一輪 就贏了中國隊的田興和潘攀 所以他不太差了 因為田興和潘攀雖然都是我們的後起之手 後起之手 但女相裡面都幾強 現在被日本這隊組合 贏了我們的田兄和官攀之後 就進來和魏日力打 魏日力和張亞文 又是贏了自己的隊友 黃思韻和廖正妹 張亞文 張亞文這球齊的都相當輕人 11比6 落得休息的機會 10秒鐘 10秒鐘 看到對面場有丹麥隊的名將 艾利克森和倫加德 這次丹麥這隊老將 也是來廣州參加中國羽毛球公開賽 除了韓國隊的整隊沒有來 因為韓國隊要參加國內聯賽 還有丹麥比特基也沒有來 他們也有歐洲聯賽 很可惜少了李賢一 還有少了馬來西亞李宗偉 否則更加能夠欣賞多些 藍丹高手的隊合 可喜的是倫加德和阿里克森 這隊來了 陶菲克又來了 陶菲克 陶菲克今晚會出來和陳金對陷 陶菲克今晚會出來和陳金對陷 快要把你殺 看看你殺了多久 浪費你的體力 對 浩子會不會有這樣 有這個戰術性的 因為星頭連續被毀力殺了 他們五拍之後 跟著下一個球 跟著下的球 跟著下一個球 直頭體力明顯下降 對 因為現在現代宴會球的雙打技術 不容易殺死 分邊防守 我就起高球給你殺 九尾子 關鍵是日力 你負責進攻 看你的體力頂得住 真的分邊 是跳高球給你殺 從一上來 他們的戰術意識都有這個 你不殺 不殺 放回高球 兩個高球之後跳 又放回高球給你殺 你這個 非壓迫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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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時候中國隊 包括張亞民毅力 他們應該可以適當的時候 給日本隊一些 進攻的球 給他們選擇處理一下 他就是想放回高球 我給你殺 但後場自己放得這麼輕鬆 後場抽後場抽出界 哎呀 講美子 是這個現前定止 現前定止 日本這隊球打得不難看 到目前他們 雖然名氣不太大 但他們打法又不是很多變 他壓迫耐 現在你看他們戰術意識很明確 我就是給你們進攻 消耗你的體力 是嗎 15比8 中外隊還有7分的大前 真是很明顯 就放你殺 殺到毅日力 好 輪回毅日力 第7 第8 中外隊 中外隊 中外隊連續多拍 中外隊 中外隊的後場大力 扣殺 日本隊全力防守 主動放高球 放完高球 再想放網前 沒這麼幸運 九美子放網前又失了一個 17比8 正路走這一局 中國隊應該沒什麼意外 18比8 昨天日本這隊組合 就贏了中國隊的田興和潘攀 今天由自己的隊友 毅日力張阿文去贏他 拍攝咱炮 拍攝克 brunch 感動十分… 又非壓迫性失誤 我都發現這個字用得蠻好 也沒有人壓迫你 在沒什麼壓力的情況下 慢鏡都跟得很準 第三馬不打了 放回日本隊,日本隊又不攻 很有趣 有一個他進攻的能力並不是很強 而且他進攻得不好 被中國隊… 香港還死 他反而還被動 所以他乾脆只能夠防守 開國逼到沒辦法 抽到兩三拍之後 不打給他,他又不打了 第四…第五… 好 第十一比十 中國隊領先了第一局 看看第二局的比賽 又是先休息一會去廣告 接著下來就看看阿藥力 和張亞文 如何去進行第二局的比賽 因為這一場是關係到八進四的賽事 頭痛騷擾,真是難以忍受 三利痛,有效去頭痛 頭痛想留久一點,不可能 快速去頭痛,十五分鐘起效 更少副作用 好,鯉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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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海迪拉克CTS 豪華運動小姐 景田百歲山,優質礦泉水 有足球,就有家事伯 好,回來了比賽的現場 第一局,中國隊以大比數領先第一局 現在看到是接法九尾子,張阿文 第一局的資訊,日本隊採取二手迷攻 中國隊回擊高球給他,他都不攻 看第二局,他會不會打 第一局,他就是這樣 但先頭好像說了一下,他能夠贏得到田興攀攀 證明他是不錯的 他都有一定的實力 看他處理的戰術方面,他們是怎樣運用 好像在第一局當中,日本隊採用的防守戰術 很明確 因為他在進攻當中 相對來說,被我們中國的球員反擊他 他會更加被動 所以他選用了我去防守這樣的打法 這個兩個人 這個兩個人有點大意了 打到雙方結合部就大意了一些 這些就是低級受雄 你說發生一下下圈窄身上情有可原 這次是低級受雄 從第二局開始的節奏來看日本隊的速度 進攻上的速度比第一局要加快 嚴田靈止 因為他打算第一局 我整天放高球給你中國隊去進攻 體力消耗得差不多 第二局我就開始 慢慢 自己加快速度 駁你體力下降 看看有沒有能打 但是從比分上來看 第一局就是 21比10 大比數 第二局呢 日本隊這個能不能夠 他自己這樣計算呢 其實你計你的數 中國隊也有自己的數計 是吧 是 只要我的體力不下降 我就保持著一個進攻 或者我的後場 我就不重殺 我就砍砍砍 5-2 5-2 3-3 4-3 4-3 4-6 5-0 9-2 9-2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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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1 這個回頭 回頭過去的時候質量就並不高 所以做成張亞文他退出來防守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匆忙的感覺 在中間這個結合部兩次被人打死 一次是上手球 這一次是下手球 看來兩個的配合會不會稍微 第一個體力真的消耗了一定 稍微放鬆了一點點 其實那些不應該的 打雙打這樣被人打 當然又是雙打技戰術G1 G1來的 打到你的結合部 等你兩家都不知道誰打 九尾指 這局的分數一開局就咬緊一點 對啦 甚至現在是落後數一分的 5比6 大家看到的 06年中國院徒球公開賽 第四日的比賽 也就是五個單項全部的八進四的比賽 哎呀 很可惜呀 對阿文的動作都真的緊了 跟第一局來比 這些動作是 第一局是給你攻 中國隊是攻得很凌厲的 但體力相對有消耗很大 因為連續進攻的一方 尤其還是大力扣殺 沒錯 沒錯 另外看到日本隊現在一個高球都沒有起得這麼多 沒錯 明顯他都想加回一些球速 球打平了很多 但給他攻他又不攻的 兩次都是釣 封網 都是輕殺打點 日本的進攻能力稍微弱一點 都是希望輕殺來打點 又把球跳回高 平抽擋 嘩 這下多拍呢 又是 多拍 真是森樓哥遠了 唉 真是找拍撐地 雙方的體力都消耗很大 雙方都很大 你看到森樓哥快遠了 哎呀 再看慢鏡 上網直接撐不回來 女生經常上網 如果是森樓哥遠 就知道體力消耗很大 那如果這種動作 經常會使到那個 森樓哥的半月板受傷 沒錯 對 體能下降動作變形 再做一些高難度的被動性去救一個球 即是如果熱身不救 或者是有些救傷 就真是好拿命 因為半月板受傷 是羽毛球運動員經常的事 所以日本其實你都說他很聰明 他第一局就是放你殺 等你第二局的體力下降 跟你搏第二局 如果贏得到呢 他就搏第三局 第一局的戰術 再明顯就放你中國隊去消耗體力 第二局明顯就沒有那麼多高球 對啦 對啦 中國隊應該不一定每一隻球都去強攻 都去用力去進攻 適當找些 吊一下球啊 點殺一下 這些這樣的技術去過渡一下 效果會 比強攻要好很多的 即是不用下下薄度盡 是啊 你的消耗體力很大 消耗體力很大 消耗體力很厲害 嘩 日本隊9比5領先 第二局的賽事 第二局呢 第一局呢 中國隊是21比10領先的 第一局呢 中國隊是21比10領先的 因為現在中國隊的進攻打不死呀 哎呀 跳海長 現在呢 心理上又有點急呀 因為我這樣進攻打不死 體力超耗這麼大 你看這些球 日本隊相反他同樣都不是很急 我就是這樣以我防守的心 技術戰術去應付你們的強攻 好啦 這個打奶 調開他 你一定要把球打回兩邊 打開一點 因為對方已經突然有5分的領先 現在去回4分 6比10張阿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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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咬 可能 回一回 到氣了 現在阿文 魯日力呢 又開始 有機會呢 越是遷下壓 有機會再扣殺 慢慢追吧 7比10 好球 還不打你不死 8比10 連追了3分 現在除了計日力的體力 主要是要考慮張亞文的體力 因為先頭張亞文 網前的上網動作已經差不多出到極點 是 因為你出到極點 網前的防守能力一差 你的組織進攻就自然差 亞日力就更加吃力 就更難打 不過幸好現在有一局在手 一個運氣球 追上3分之後 給日本隊一個運氣球 以11比8就獲得休息的機會 看來日本隊這個戰術都幾成功 雖然他第一局裡面 10比21輸 但就起到了作用 起碼都 看見了 日本隊連拿了4分之後 中國隊又連拿了3分 但是中段他有3-3-4的走 那些分子 哈哈 因為打球 尤其是21分 直接得分制 3-3-4 這樣走下去很牙煙 已經10分了 哈哈 如果以前有兩個發球拳 慢慢捱 還好一點 嘩 看到對面牆阿倫加德 和阿里克森 又打到紮紮跳 大陸 對面牆阿里克森林加德 那隊大陸選手 那隊大陸選手 是對著馬來西亞的 大陸選手 大陸選手 是對著馬來西亞的 在這個時候 中國隊應該要適當的調整一下 戰術的運用了 能得對那隊 丹麥組合對著馬來西亞的 南北財和拉蒂斯 今天五個單行都在進行八進四 到今晚就要全部四強產生 分分追 相差三分 不太離譜 9比12 好 張阿文走回到前面 哎呀 真是覺得張阿文的膝樓 是有問題了 是體力消耗大下降造成的 影響動作 你看看 這一下走光了 鹽田靈子 10比13 雙方仍是保持緊三分的差距 先留下五分的差距 現在拉上三分 但是都是中段而已 關鍵現在就是單放張阿文的體力 出界呀 14比10 九尾子 好 11比14 現在中國隊兩位選手 魏日力 張阿文 他們應該多點注意殺球的落點 殺球的落點 我現在覺得他們對日本隊的威脅 並不是自在於自己殺球很重 而是落點打得好的話 日本隊 就事半功倍了 是啊 好被動 只是一波牛 你看這些落點 剛才打得他想抽抽不到 即是變速變線 比強攻更好 沒錯 沒錯 強攻又浪費體力 另外對方又打不死 變速變速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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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多貼了 13比14 13 14 這樣的心態 中國隊的勢一起來 又變成日本隊 因為經常被人追那方 有些還在守緊 因為我明明領先你5分 差那麼多 現在給你噗噗聲又上回分 日本隊都加強進攻 日本隊都加強進攻 最多是兩拍過 就給你中國隊攻 好球 好球 這些進攻的落點度 加得很好 那不用那麼重磅 是 好了 將比分追成14平 最開始是落後5分 現在終於將比分頒平 比賽到中後段 好了 那就簡直反超前了 勢就回到中後隊這邊了 那如果有這個勢 張阿文那些相信 就 即是有時的意志很重要 我落後5分 然後這樣追上來 突然的力也有回 真的嗎 今天暫時忘記了些疲勞 先 對整個士氣 鼓舞好大 停抽擋 看看毅日力 還是輕殺 好球 好球 一輕一重的進攻 對 如得寶分析也不錯 不用每次都這麼重磅去殺 打幾下輕打 打點 兩分的領前 16比14 4 日本隊又用回第一局的戰術了 哈哈 哇 又進入到多跑 多跑 多跑 日本隊頂不住 17比14 其實日本隊現在還放高球 我相信中國隊不要管 還有4分 怎樣都殺下去先 裁判都幾大氣量 都放一馬 都給他休息一下 因為本身這個分不是休息的時間 但有時雙方 只要不是有意拖延比賽 都釋放會放寬一些 其實都是滴到整個地下都無謂 很容易被運動員避受受傷 乾脆放得他30秒一分鐘 出去抹汗又不要接受到場外指導 還打你不死 18了 張亞文和魏日力交換了眼神 燒賣就燒賣就死了 18了 這六分球中國隊打得很成功 追得真的不錯 好 好 還打你不死 好 完全靈止 明顯沒有第一局 放居球放得這麼順 十九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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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這隊組合張亞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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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終是第一比十四 中國這隊組合 張亞文和魏日力 進入了四球 祝賀這隊中國的選手 魏日力和和張亞文 而日本隊的河美芷和袁平靈體 已經結束了廣州的賽事了 今天的比賽已經是 由於半決賽只開了三塊場地 今天下午的現場直播全部已經完成了 但今晚呢 今晚就厲害了 今晚因為要全部賽事要決出四強 今晚我們的轉播應該會有時間選擇 因為今晚有CBA 有我們CBA的賽事 也是大家所比較關心的 CBA打完之後呢 我們會跟大家現場直播 不過我就覺得今晚我們可以選一選來播 因為今晚有林丹對這個 中國香港的陳仁傑 有陶菲亞對陳金 這場球應該好看 陶菲亞對陳金 因為唯一能夠 好 我們再去去廣告 我的精彩 我的自由 福特福克斯涼雙 活得精彩 想像 大家都驚訝於你不可思議的靈感和品味 只有你知道成功的命 靈性設計 三星液晶電視 一切不難想像 白威英秋幾燈邊走 P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奔騰 想像之外 一氣叫車 白威英秋指定啤酒 黃箭新撻撞黑頭膠 人人都想要 對付油漆味 你還在用碌油皮 全新立方正味全校 創新正味技術 大大降低油漆味 立方正味全校 不用碌油皮 新屋快點住 買立方 由澳洲 快點來立方專賣店 祝賀、張阿文和藝阿力 當然入到四強 但如果 這樣好 今晚的賽事比較緊張 是啊 有藍單的四強 差入四強 而圖菲克對著陳金這一場 現在我們都很難估 因為陳金也是我們 怎樣排名 林丹包春來陳宏 就是陳金 沒錯 如果有時候陳金 都跟陳宏兩家會爭第三單的位置 陳金事實上有很多大賽 由擔任打第三單 也是陳金屬於我們 其實林丹和爆春來都年紀不大 不過做了大哥 其實他整個年紀都很小 關鍵是陳金 唯有他在下半區來攔截這個圖菲克 沒錯 因為上半區現在走馬齊 林丹、爆春來 陳宏都走馬齊 下半區只有陳金去攔截 陳玉都走馬上半區 沒錯 其實呢 如果怎樣心態 如果作為我們自己的東道主來說 當然希望陳金贏 是吧 可能有些球迷又想說 或者陶菲克贏好 陶菲克贏就等下 和林丹再來 觀賞性程度有得竭爭在這裡 尤其買了半決賽和決賽的票 或者等著星期六、星期日 休息時間才有 有時間看這場球 看我們電視傳播 如果陶菲克有時候早早出局 變得好像少了很多東西 因為本人 我自己都比較欣賞陶菲克 我不是欣賞他牆上那些壞脾氣 因為陶菲克那些牆上的壞脾氣 的確有時候很多人怕 例如裁判的爭執 根本就很難從她的神情去判斷 這個混蛋正在想什麼事 林丹其實都成熟了很多 以前林丹每打完的分 嘩 表演型的激情 而陶菲克就不緊不慢和你玩 並且動作很瀟灑 尤其是打單打 其實我現在都很矛盾 豪仔我不知道你是否矛盾 不是陳金和陶菲克 我當然想陶菲克贏 但陳金呢 我們又希望這個年輕的小將 能不能夠再衝一關呢 這場球我覺得 你怎麼看呢 陳金都有很大機會 可以把陶菲克拉落馬 因為從陳金現在 他個人整個狀態 年齡速度各方面 都是很有實力去衝擊陶菲克的 陶菲克一直在上半年的狀態就不好 但下半年的狀態就慢慢起 但他個人是很奇怪 起了一點也有跌到低谷的 細錦賽 上一屆細錦賽打到陶菲克 加起來都不過心 但這次陶菲克第三局 他才得三分 他兩個人的比拼有時很喜劇性 但爆春來又輸了給陶菲克 對嗎 給陶菲克又有一個信心 到底能否期待到陶菲克戰陶菲克呢 或是下半區到時我們四個單打四強 全部中國隊打呢 我看就是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有些又喜歡看陶菲克打 有些又說 他終於這樣 不如我們包覽了全部金牌 但我如果站在位置較高一些 站在世界語聯來說 當然希望金牌分得均勻一點 不要射你 你拿完才行 好像眼吐對抗賽那樣 我們轉播了幾次 射到亞洲贏 歐洲不想玩 沒有什麼意思 另外今晚還有張寧 對著馬來西亞的王妙英 馬來西亞的王妙英 早期傳聞周密 有個所謂周密風波 說周密沒有請假 去了那裏陪練 去了那裏俱樂部 不過如果從實力例上講 張寧贏王妙英 王妙珠應該沒什麼問題 張君高寧這對老搭檔 會對回中國台北的蔡家欣和程文欣 張君高寧如果體力不壞的話 應該沒什麼所謂 中國香港王臣對著朱琳 看看朱琳能不能夠又是爭回一口氣了 因為王臣這位 現在代表中國香港打 事實上對中國隊有很大的威脅 又一定有威脅 爆竹萊又死了 爆竹萊又對陳毓 這個就是自己 自己搞 陳毓也好些 陳毓對著英國的史密斯 看看陳毓出不出到 還有盧蘭對姚傑 是啊 那又希望盧蘭贏 因為姚傑昨天贏了 我們四朵金花之一的王臨 王臨 另外姚傑現在代表荷蘭打 荷蘭就張凱麗不出來打 那就靠姚傑 怎樣 我們今晚到時再選一選 因為最主要是一場 這麼關鍵的一場籃球賽事 是CBA 我們盧蘭寶馬士 又比較多人關心 但是我們今晚的轉播時間 我們會和大家中述一下 將各個賽事 我們挑選一下 看看哪場精彩 我的內心就是 要逃避一下對陳金那場 一定會為大家現場奉上 希望今晚九點半鐘 打完CBA之後 再看我們和余錦浩的現場直播 今晚後日決賽 也一起現場直播 多謝你的收看 多謝蠔仔 多謝 好 場面問題有多少 數不清的場面問題 都交給多樂士今晚全校場面七 全校科技功能面面驅度 再多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场面当然更亮丽 现在强化环保配方 空气更清新 用灵感打开超宽广音域 旋律H61动态液晶电视 可旋转音响120赫兹备频技术 引动强劲视听震撼 旋律H6油TCL 对付油漆味 你还在用碌油皮 全新立方静味全校 创新静味技术 大大降低油漆味 立方静味全校 不用碌油皮 新屋快点住 景田百岁山 优质矿泉水 冰唇家字白 自我释放 生活内容 一切都很自然 我的需要 他都了解 有他 令我放心 信任你我的一把 想拍摄的心情停不了 我的DV是渣能的 渣能DCRR诞生 佳能感动常在 穿潮咖啡 味道好到极 一天好开心 一天好开心 再吵咖啡 咖啡 每一个感动握在手中 拍了自己打印 无需电脑 简单连接 自己打印 更尽兴 为了所有的数码影像 SELFIE小型照片打印机 中文名 蒸集中 佳能感动常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来到泰国 参加一个特别的庆典 当地人每年都会聚集在山坡上 穿着传统的服装 跳起古老的舞蹈 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要庆祝一年一度的岳母节 这位就是岳母大人了 不 我是指在观众席里坐在那把黄伞下面的人 活动的重头戏就是骑水牛比赛 这在过去是跨栏比赛 不过你应该想得到这并不成功 这是一场长跑比赛 赛道总长是两公里 虽然距离相当长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些牛通常都是跑得很远的 这显然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这显然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哎